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禅修班的学习时间 今天是禅修时修的第二讲 瑜伽健老师将继续为我们分享 安心健康法规的前半部分 就是前五部 第一是调生息 二供灯 三供香 四亲近法界职员 五月龙关 前面第一讲 我们学习修炼安心健康法 仪轨的前半部分当中的前三部 也就是调生安息 供灯 供香 这前两部的供灯当中的官竹火 供香里面的文香 我们通过这两部就能达到 心经里面的官字寨和行声波罗波罗蜜 经过官字体把很多的珠像都破出了 但是还剩下一些鱼席负能量 通过第四部 这个清净法界职员 我们就能把这些剩下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通过这个清净法界职员产生的震动之力 把这些所有不好的余烯负能量 全部都抵挡出去 最后就能够留下你真正的本真之心 第五部 通过月龙观来达到安心 最后达到度一切苦恶的一境界 就正如《心经》里面讲的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 梦想究竟涅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没有挂碍了 也就没有恐怖 你就会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到达幸福的彼岸 禅修 修的是心 我们的最高境界 当然是想达到心经的要求 就是官字灾 行神般若波罗蜜 五云皆空 从而获得心无挂碍 以至于达到究竟涅槃 就是我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个 然后通过实修安心健康法遗轨 它就能够真正的能够引领你 实实在的去靠近领悟心经 进入一个博大精深 玄妙无比的时间 安心健康法是一个方便法门 它不用持戒 也不用受戒 不用持斋 也不用受戒 也就是说不用季婚 而效果显著 大道治戒 经常练习这个功法 对老乌 记忆力减退 乏力 抑郁 压力和其他许多症状 都有很好的康复作用 这个玉老师 他的诊所里面有很多病人 他通过给他们介绍这个方法 讲解 让他们做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就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 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郁家健老师 开始今天的分享 指导 供修我们这个安心健康法 鱼鬼 好 下面有请郁老师 谢谢 谢谢佟老师 佟老师最近非常辛苦 早上起来有钟老师的 钟志山老师的五十太极拳的课程 现在下午又是咱这个 陈修班的这个课程 明天还有赵老师 赵吾斌老师的太极拳的课程 辛苦您啊 一直老给您 没有 咱们这个平台服务 非常好 刚才呢 佟老师讲了 我呢 就不多讲这块了 跟大家说一下 下次的讲座 我跟孙海顺老师已经商量过 等于今天呢 是第二次 等于第三次呢 请孙老师 两周以后同一个时间 我跟他订完了 他出来给讲 刚才说了 这个展现这个前方便法门 健康方便法门跟心经的关系 他为什么叫心经的实修课 实修心经 怎么修 也得讲几张课 我看看吧 我们俩怎么穿着 因为讲这课的之前呢 我就跟孙老师在一块商量过这个 怎么讲 我呢 先把这个前方便法呢 分享给大家 跟大家伙带着一块做做熟路 本来呢 想让他出来呢 再去讲这块 本来想头一次就讲一半 今天呢 就讲完了 后来上一次 因为师父来嘛 一个时间再一个 后来我讲着讲着 就感觉到要讲太多了 就太快乐里头的东西 就不能说讲细致吧 当然说咱前面几堂课都非常细致 今天几堂课就能细致 可是呢 这个太突太快了 感觉到就不舒服了 慢慢讲 还是这个 本来 这今天也应该讲完了 还是不行 我也想后来 这个今天讲的这个 下面的一个是 这个这个清净法门 跟月轮官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慢慢来 咱讲清楚了 带大伙修会了 修会完了以后 咱大伙一块研究 会了 咱下次再讲月轮官 今天的这个这个修 今天分享的这个这个清净法门 那是修要是说的 好吧 那咱今天咱就 咱继续开 咱就开始咱今天的这个这个 这个修炼的过程 开始呢 上次咱讲 这个有个预备式 这预备式呢 大家伙刚做的时候 可能没感觉到 他有什么作用 可是 这个就是盖农房的基础工程 当你练会了以后 尤其咱这个前面的 这个这个预备式 一个是调深调息 第二个是五脏安抚 安抚五脏 这两个作为进入我们讲座的 进入我们练功时的状态 这两个非常之重要 把这两个做会了 他就是在就是在修差 就是在静坐 把这两个练会了后面的内容 在介入的时候事半功倍 这是静坐的方法 上一次讲讲课的时候呢 我们赋云老师呢 给大伙讲那个调气法 那个功夫是所有内加权 现在说不光是内加权 外加权也讲究气呀 少林前也讲究气 六合权什么都得讲究气 他调气 把四肢白骨调好 把手上的气调 把这个气调匀 把手上的经络 把神经末梢的气调好 你练什么圈 他都是 进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呢 今天呢 跟大家还是得从头 每一次来带着 从开始入境开始 完了之后咱一步步做 把前两回呢 咱连书席 有的老师回去有练的 不见得都能回家有时间练 到这来呢 还继续把这两个复习一遍 今天呢 咱把这个 这个 清净法门 清净法这个 把这个 这个修药 大家伙非常清楚了 好吧 上来呢 我们还是要求 坐姿是最好 完了之后 坐个凳子上 把腿当当地下也没关系 方便法门嘛 没有什么特殊需要 好吧 这个 盘腿 单盘 双盘 大盘 都可以怎么 舒服怎么来 坐的时候呢 刚才说了 上次讲过了 上来一座 把我们头 头上的 把我们这个 这个叫中正安书 这四个字 中了 把我们头 跟我们上的摆绘 跟下的绘音 是垂直 OK 这条线的垂直的 要是站在的时候 练功呢 需要监警 跟永泉 在一条垂直线上 那我们打坐呢 上次 因为时间 也没来得讲 没上回 没听到以后 再看这个吧 里头 那这一线垂直 还有两个线要合在一块 这就是瑜伽练功的方法 不光是手脚合 需要经络合 需要血泪合 怎么才能入境快 你坐着 我今天讲完了 分享完了 大家回来可以试一下 试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 这个效果有多快 要求什么 刚才说了 百慧 跟这个 跟这个慧音 在一条垂直线上 我们两个手的 两个手的 鱼记这个穴位 鱼记是我们 守太阴 费静的穴位 这个鱼记合到哪 当我们坐这个 膝盖上 有两块骨的肉 这两块骨的肉 是我们 这个四头鸡的 这个这个 这个顶端 这地方有个穴位 叫穴海 我把这个拿回来 还得说一下 大伙回家 茶呢 还得费劲 来说一下 这个穴位 就叫穴海 这个穴位 这个腿的这个里头 骨头鸡的这个 这个肌肉的这个点 这个地方叫穴海 这个穴记呢 这个地方叫穴记 大手指最高的地儿 跟这个 膝盖上缘的内侧 这个最高的地儿 这两个都是最高点 一个是穴海 穴海是我们 足 这个穴记呢 是太阴费精 这个穴海呢 是太阴脾精 这两个穴往一块一合 这个这个这个穴记 跟穴海合上了 两个穴合上 两条精合上 只要你合上 马上就能够精 非常快 自己可以试一试啊 这个这个 这个 咱大伙回家 自己可以试啊 你做一个 这手搁旁边的 搁旁边以后 你再做一个 你再做一个 搁到搁到 搁到徐海盒上的 这俩入境的时间 是不一样啊 自己体会啊 现在就是说 要求我们做的时候 想入境快 想入境快 否放正了啊 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 慧音在一条线上 这个我们守太阴的 慧经 跟足太阴的痞经 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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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鱼记跟血海合上 马上就进来 你坐马上就进来 什么是做什么是有 这两经相合 为什么 终身的气血就对流了 气血就贯穿游戏 这个是 咱以后再说真 瑜伽的真法呢 就是同经同血 必须气血都得流流 不气血周流 光标不可以 扎真经啊 头疼把头疼扎好了不行 终身气血循环以后 整体的解决了 这个叫本 刚才说了 我们往这一坐 终身气血一循环 马上就入境 这就是一个 一个入境的方法 好 入境 把这头呢 方方正正 中正 怎么叫正 把头呢 放在我们肩上 这两个锁骨是平行的 两个锁骨是平行的 把上身的躯干呢 做到跨上 做字 做到跨上就好了 中正松 这个松有很多老师们 讲不清楚什么叫松 松不就松了 你再松 你再松 怎么松 什么叫松 怎么才能松 你得把这个正确的方法 跟大家讲明白 这个松字 怎么才能叫松 实际上就有一句话 你的肌肉不用力 它就是松的 这个手一用力 肌肉它就紧了 你的肌肉不用力 它就是松的 你各位 太极拳 你不能不抬吧 太极拳不能不抬 抬哪用力 就是食指这个筋用力 这个食指 带着这个手 骨骼带上来 肌肉是松的 这就叫松 说你用你 稍微你 稍微你使劲 这是紧的 这就是紧的 什么叫松 就是一个原则 我们这个肉 在腹脏骨骼上 不就OK了 肌肉不用力 这个条件下 就叫松 自己感觉到肉 没用力 就叫松了 OK 这就叫松 东正松静 这个静是什么 怎么才能入静 你说我入静了 不对 自己能衡量 上次咱讲过 这个静 我们讲百会 找天庭 天庭 找印堂 印堂 找准头 准头 找人中 人中 找找这个城墙 城墙 找地阁 地阁 找哪 找我们的坛中 双鲁之间 有个穴位 就叫坛中 这个穴位 叫坛中 眼观鼻 鼻问头 口问心 自己拿自己的眼 威逼 完了之后 自己看着自己 坛中这个地方 最什么叫做 最后的要领 一定是用耳朵听自己的呼吸 你听见呼吸了 别的事都没了 你没听见呼吸 听见外面的车响 听到别人说话 听到那边有人在动 你脑子没收神 一旦你听见你的呼吸了 用耳朵听到你的呼吸了 这一阵才叫静 这唯一刚才说了 松弛肌肉不入内 你肌肉没入内 就叫松 你耳朵听见呼吸了 这叫入境 没听见叫没入境 耳朵有杂音 没收回神来 这叫入境 中正入松境 做到这四字以后 你的皮肉筋骨 就可以了 调完身了调息 调完息了 现在后面要调我们五脏 刚才说了 为什么要说这个 调五脏 今天没时间讲治病 你调五脏 就这个手势 你心肝脾脆血 哪有问题 自己就能化解 这是活佛师父亲自传授给我的 我自己试验 我试验了很多人 效果都超长的 这就是魔教的这个力量 等以后有机会 让老师给大伙来讲这个 我把师父请来 大伙讲这个 咱们再说这个 我再说一下 这安復五脏 刚才中正松境 把我们的四肢白骨挑完了 下面我们再挑我们的五脏六鼠 挑五脏六鼠 有的说这人一做 做好几个小时 它里头一定是有内容 它能干巴巴坐着 做几个小时 它坐不住 所以说一定要有内容 你可打坐 反正我是出汗 有的老师们打坐 一看打坐 你看这个也是呼呼出汗 那既跑步才能出汗 那怎么自己坐着还能出汗呢 坐着出汗 是在呼吸再挑 这呼吸调韧脉 调肚脉 这个韧脉的气 怎么下到丹田 怎么到包宫 我怎么让他到命门 怎么让他到我的骨膜里头 骨髓里头 怎么进我的风符 怎么进我的大锥 这气在动的 你看他这在坐着呢 但那气在里动的 一会儿那脑门的汗 羞的汗就出来了 这就叫内动 净动 所以说咱今天把这个再强调一回 咱以后有时间在那多讲 没时间咱就大伙 知道了就OK了 先把这手调五脏的方法 把这手要合十 合到一块 说把这大拇指搁到弹钟上 实际上不搁弹钟也没关系 远点近点 靠不靠都没关系 我试过 要求是靠弹钟上 我试了试 不靠弹钟上 效果也一定有 可以挨着可以不挨着 高矮就是位置就OK了 先调我们的中指 我们两个中指呢 我们两个中指呢 是我们手指最高的位置 这两个中指上面就相对于我们的百会穴 我们的百会穴是我们身体最高的位置 百会穴是我们身体最高的位置 这两个手指就是我们的百会 手指一绷直了 你的百会就停直了 你的百会就微微顶起来 就开极圈的虚拎顶劲 把百会顶好 底下这个指根的地方呢 相当于我们会穴穴 刚才说了 这两个穴 这百会跟会穴一垂直 这手指一调 把它自己就垂直了 你自己会调 这是调这中线 这是中线 我们的食指呢 我们食指呢 食指指尖 就是我们这个风腐穴的底下 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一截 这一截代表我们七截颈椎 这是我们七截颈椎 调颈椎的时候呢 自己慢慢慢慢的想 OK 自己七截颈椎 自己观想自己的手指 应该说要让这个拿着松果体 看着手指自己看 完之后一截 一截 第一截 第二截 第三截 自己上网查 七截颈椎 看完的颈椎 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看完了 一闭眼一看 就看到自己的了 这叫反观内视 一定要看实物 看完之后 把七截颈椎放松了 底下中间这一截 是十二截颈椎 这个七截颈椎 十二截胸椎 这边这一截呢 是五截腰椎跟底骨 底下是这个围骨 这是代表我们的肌柱 每个肌柱调的时候 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今天讲不了那么多 等治病的时候怎么调 这肌柱怎么调 咱再说 这是调肌柱的 就把它调 你要自己调的时候 把肌柱调平和了 一截二截 七截颈椎 十二截胸椎 五截尾椎 跟底椎 调正了就OK了 后面这大拇指呢 代表我们背后的 谈光筋的输序 它代表我们背后的 两个谈光筋的输序 上面大手指的顶端 是往肩颈 肩颈往下走 两个中间是大锥 到我们 到三截的这个肺书 到五截的心书 想着穴 一个一个穴安抚他 就想着他 他就放松了 第五截的这个心书 第七截的隔数 下面是赶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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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干书 胆书 匹书 卫书 三交 到顺书 代表下走 就是巴辽 一直到我们的 汇阳 在底下 就是长相学 以及 这个时间 多长 没关系 这个基础工作 做得越长 你安抚的时间越长 他就越放松 给以后就打扫了坚实的基础 光这么做 你做三十分钟 做四十分钟 都有 都有 这个呢 这个无名指呢 无名指上面顶端 无名指 是我们里头的内脏 无名指代表我们两个肺和心 无名指的第一节 心肺 这两个 这个手指代表心肺 再往下这一节呢 代表肝 代表 右手是肝胆 左手是脾胃 在底下是大肠小肠 是膀胱 肾脏 是我们的下胶 一步一步的安抚好 这个小指呢 小手指呢 顶端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舌底上额的舌尖 那个位置 到这呢 是我们的喉结 喉结从这儿 从这节到这个节呢 是我们的 我们就叫神雀 实际上就是肚琴 小时候说惯 就是叫神雀 倒不方便 就到肚琴这个位置 下面就从神雀 在底下 踢海关员 终极 这个这个 齿骨就到底下 会晕了 这是这个小手指 这五个手指 把我们身上整个的 里头的内脏 把我们的筋骨 把我们的穴位 把我们的任督耳脉 就都调平和了 根据这个手势 一层一层的调 把这个 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气息调完了 把我们筋骨调完了 五脏六谷调完了 这个基础上 才叫入境 入境以后 才开始锻炼 我们后面的内容 好吧 行 把这个基础 回家自己练 咱就因为世界 就没有时间了 咱今天呢 咱就到十点 到十点练完之后 有问题的老师 可以提 因为 sorry 刚才我这 这是国内的时间 国内到十点 因为冬天 天太晚了 就该睡觉了 完了之后呢 下回被看回放也没关系 该睡觉了 明天早起练功的 有事可以睡觉 完了之后 后面提问的问题呢 就无关紧要了 以后也可以看得到 好吧 那咱前面的刚才说了 预备式讲完了 回家自己练了 按照我说的这个 咱自己练 今天就不练了 在下面就开始 咱进入咱这个 今天的这个实修的 这个课程 下面呢 第一步呢 叫供灯 供灯呢 上来先把这灯拿起来 那个灯碗 一定带灯碗的啊 里头这个蜡呢 应该国内也有 这是国外定的 这是德国的 风蜡做的蜡 这个蜡可以食用的 没有味道 味道是甜的 所以说它是非常好 纯天然的啊 把它呢 拿到这儿呢 自己看 先把这个 灯光的光 看到自己心里 把这光 内饰嘛 不要外摄 我们看东西 看这哎呀 这个花好看 那个树木好看 都是外摄的 啊 我们现在 修行 就是来补充 我们自己 这叫反观内饰 把这花 宝 树木 把它的营养 来看到我们身体里头来 对我们再吸取它们 就跟这烛光一样 看这烛光 我把这烛光 看到我的心里来 让我心里的阳火 火气充足 我来吸这烛光的光 反观内饰 让它来补养我们 是这么一个 一个想法啊 把这烛光呢 搁到这看 把它看到心里头 好 看完以后呢 把它端起来 搁到罗门百会 这个位置 一定不能烫着啊 好 这叫共灯 有几句灯赞 我念一下啊 大家自己在家里 自己念的时候 自己就念就可以 那大家超过 三个人以上 大伙要设谈了 前面这个坛主 就是舍坛这个人 念就可以了 OK 好 我念一遍啊 敬天 敬地 敬宇宙万物 敬天 我念一遍啊 我念一遍啊 再回来 敬佛 敬菩萨 敬所有神灵 吴阿弗 好 说回来 第三 敬父母 敬师父 敬所有同修 吴阿弗 好 这个灯在灵完之后 把它拿回来 好 这叫开逼光 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啊 把这个烛光呢 搁到鼻子前面上 鼻尖这个位置感觉到有热的感觉啊 有热的感觉 冷缩热障啊 就感觉有热的感觉 这不算完 要开三辽穴 哪三辽 好 从左起的 拳骨下面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 叫拳疗 再往中间和有一个穴位 叫拒疗 再到鼻尖这儿 叫塑疗 好 这边的拒疗 这边的拳疗 回来 呼气 转圈的时候是吸气 回来的时候是呼气 再做一遍 好 呼气 做三遍就OK了 做一组 可以多做 做两组 做三组 时间 如果时间方便 多做 非常非常好 以后呢 咱再讲 这三辽的作用是什么 虚拟三辽 打开他这个这个穴道 打开这穴门的目的是什么 咱今天呢 咱因为咱 讲这个修和 咱不能讲这个医学 可以讲这个东西就太多 好 完了之后下面呢 叫文竹光 文竹光干什么 吸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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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鼻尖 这个塑料穴开了 从这鼻尖的塑料穴 这个热 这个灯的光 这个烛光 从这皮下肉上 顺着筋络织往上走 到从这个鼻根 这叫山根的 这块骨头是有缝 从这要进去 进去完了之后 到我们印堂这个地方 好 进到我们里头 到苏国 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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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练功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尼王宫那个地方 到这不停下来 到上堂 通过我们舌底上额 那个鼻 那个舌尖 顶着上牙堂 这就叫大雀桥 大雀桥干什么 大雀桥的目的是 把上面的光 上面的气 引从舌尖 引到石根上来 这就是个桥梁吗 雀桥吗 从这可以接下到 这我们到舌根 金金玉叶 舌根下来 到我们猴杰 到我们天突 没完 再往下行 刚才说的 到我们双鲁之间 到坛中这个地方 OK 引到这儿 呼气的时候 一直这气 再下到丹田 也就是说 吸气的时候 这个烛光 从鼻尖进去 到坛中 呼气的时候 由坛中到丹田 丹田到小虎 就可以啊 小虎这一片都行 好吧 咱下面咱 坐三分钟吧 修这个三分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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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关闭头白啊 把它 放到桌子上 这个地方 放到桌子上 这个地方 感觉到用鼻尖 跟这个烛光 要对着 对着 完了之后 这这呢 有一个手印 要打 就是就我们说的 那个握顾的手 手的姿势啊 用大拇指 一定要掐着这个啊 掐着这个 这个无名指的指跟这个位置 再叙叙的拽上拳 这个掌心呢 空着是冲下的啊 也可以把这个血位 搁到这个鱼迹 搁到这个这个血海上头啊 这一阵呢 静下心来 就光想啊 闻这个烛光 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好 咱们做两分钟的时间 好吧 现在开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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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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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 感谢观看 感性 好 感谢观看 我们 我们 感性 要是我们 这个 现在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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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通 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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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